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认为是离婚了 他就说妈妈 我爸爸的衣服全部都不在家了 没有一件我爸爸的衣服 我爸爸也不回来 妈妈 你就告诉我吧 是不是你们想离婚或者是已经离了 我说没有 我也不想离婚 我不知道我到底怎么做 他才能达到他想要的那个结果 我现在就是说感觉我的爱人 我现在做的事情 他不能被他所理解 我和我的爱人 就是在生活在同一个无影下的陌生人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维和生活方式 任何人也不能改变别人 只有自己才能改变自己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孙先生40岁来自山东自由职业 女嘉宾蔡女士40岁来自山东公司职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今天谁要来的呀 我要来的 来干嘛呀 我的婚姻出现了一些问题 困惑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 我老公这一年多吧 老是在投资 钱就是说也是我给他要他给 不主动给钱 不回家 我也是为了这个家庭更好一些 你怎么不回家呢 问题是 不是不回家嘛 也不给钱呢 给 只是要才给 不主动给 也许是把自己投得太困难了 好吧 咱们慢慢来梳理一下 40岁了对吧 对 结婚多少年啊 17年了 几娃呀 一个女儿 闺女多大了呀 15周岁了 闺女和爹感情好吗 还可以吧 还可以 她这一年多不回家 闺女想她吗 想 特别想 闺女通常会怎么说呢 闺女现在感受是 因为我和她爸爸离婚了 原因是 以为你们俩离婚了 对 因为我老公 现在把她所有的衣服 都拿回去设去了 她不在家住 就她搬出去住了 对 我们两个这一年多 基本上是分居 不在一块住 所以闺女认为你们离婚了 对 为什么呀 因为我的工作的原因嘛 我们的搬车路过高速 我家在高速的旁边 但是这个车 我们的搬车不下 所以说从郊区 直接到市中心搬车 那你就从你们家 自己去市中心 我没有交通工具 她有 我的天哪 她有摩托车 她买了摩托车 在私里开 她说坐骑摩托车去上班 从你们家到单位 要花多长时间 骑摩托车的话 20分钟 就这还不回家 因为私里我做的 有很多事业方面的事吧 她老是拿着事业 说事 这得多大的事业 对呀 回家了 行吧 过去感情好吗 过去我们的感情就是 从09年开始 她就开始自己的工资卡 自己拿着不让我拿着 发生了什么 因为她出过一次工伤 当时女儿还小 我就让婆婆过来带着 带孩子 我去上医院伺候她 婆婆不来 婆婆就说 来可以 工资卡 我们两个的工资卡 都交给她管理 哦 结果呢 我老公 从那个时候我开始 工资卡自己拿着 这是有原因的 是 因为我的太太 家庭比我好 她的消费观念啊 这个花销上 我感觉 要 不该花的 别花了 因为我是一个从 我的家庭 比她的家庭相对来说 要 是 你的工资卡可以不让我拿 但是你 你得主动给我 你一个月 四五千 将近六千块钱工资 你拿给我三分之一行吧 你主动给我工资 我就 我要求不高 我只要她每个月 给我们娘俩 生活费就行了 但是她不给 都是我们给要 从09年开始 就这个状态是吧 这个状态吧 经济上面就相对独立了 是这意思吗 独立是 因为我们中间 就是在11年的时候 在燕菜买了房子不是吗 把所有的积蓄 都拿去买房了 后来我也在想嘛 老公这个人 也挺会过日子的 拿着就拿着把工资卡 反正是那个时候吧 我给她要 她就给我钱 家里面有什么大事小事 她也出钱 在家住 最起码她是在家里面住的 你跟你婆婆关系不好吧 一开始挺好的 现在呢 现在也不好 因为我老公 我们两个每次闹矛盾 我老公都给她骂说 说了以后 我婆婆就过来指责我 那就说从你丈夫工商之后 好像这个家庭的整个结构 是有变化的 是这意思吗 是的 在09年之前 那个家里谁管账 我管 你管账 那个时候她从来不拿钱 从来不拿钱 也就是说她工商之后 突然这个家庭的很多状况 就变了 对吧 按先生的说法是 你妻子家庭条件好 所以花钱有点大手大脚 你的原话是 该花的不该花的 她都花 对吧 那我就想问了 你们俩结婚17年了 对不对 对 到09年的时候是结婚几年 你算过吗 9年 那前9年 你都能容忍她 花钱大手大脚 她管家 为什么到工商以后 突然又觉得她花钱 就不对了 不是这样的 她这个人 从我认识她开始 她就是一个特别能闯的人 09年之前 她在大鱼造船 开吊车 我在其他的小单位 因为带着孩子 我们加班 那她很厉害啊 开吊车的是吧 开吊车 有技术 但是我工资也可以 因为这9年当中 我们家发了 发生了好多变故 什么变故呢 在半年之内 我的 我的爸爸和我的姐姐 都掉了 痛失两个亲人 对 也许从那个时候 我 抑郁了 是吧 心情就是说 想不开 那是哪年 05年 05年 也就是结婚5年之后 突然先生 连失两位至亲的人 真是至极 就是我们两个的感情 一直到她父亲去世 都特别好 父亲去世以后 他就对这个金钱 特别看重 就感觉说吧 就开始感觉我花钱 其实我如果花钱 像他说的那样 该花的不该花的 为什么父亲去世之后 对钱看得那么重呢 因为 我也抗起这个家庭的责任和义务 那为了这个 扛起这个家 你都做了些什么呢 工作就是有班旧家 平命的工作 平命的工作 三个月四个月 一天没有休息 是这样吗 是的 后来14年出国 干嘛去了 去马来西亚打工 挺好 我不让他去 他自己非要去 去了三个月回来了 咋了 被骗了 被骗了 从马来西亚回来以后 他的人 整个精神状态就变了 变成什么样了 变得天不怕地不怕 就开始不停的投资 这么看下来 其实这个男人 在09年之前 我把它叫 在发生工伤之前 应该是一个特别 踏实本分努力的男人 这个你承认吗 我承认 因为失去了亲人 再加上自己的工伤 可能他不愿意 再那么去干了 他想能够用一种更好的方式 来贴补家里 或者别的什么 至少他想挣更多的钱 是吧 对 他很强势 他曾经说过 你有本事 做出一个 他给我要多少钱 我就能给多少钱的一个人 因为我满足不了他什么 你的意思是说 所以说我就拼命地想办法 去投资也好 去做事也好 再问个问题 在家里面做出 能做出信息来吗 你觉得你们的感情好吗 不好 幸福吗 不幸福 为什么不离婚 我给他提过离婚 我也起诉过他离婚 起诉他是在三年前起诉他的 他不离婚 今天的局面摆在这儿了 这是一个名存实亡的婚姻 我这么说 你认同吗 认同 你也认同 所以女人说 我受不了了 我窒息了 我应该怎么办 你想改变这种状态 对吧 对 好 你想改吧 试着改 试着改 你恨他吗 有一点 有一点恨 恨他什么 恨他不能理解我 你希望他理解你什么 理解我在外面的辛苦啊 好 挺沉重的啊 女儿 在三年前你起诉他的时候 女儿知道吗 知道 女儿对你想离婚这件事 女儿是个什么态度 她一开始是不支持的 现在呢 现在支持 女儿昨天告诉我说 妈妈 你有什么说什么就行 不要就是说 不要说违心的话 你不幸福就是不幸福 你的付出这么多了 我爸爸还是不爱你 你就撒手就好了 这是你昨天 女儿知道你要来上节目 跟你说的话 对 女儿给我打电话说的 好 我也想了 我这一次来这个地方来 就是想看看我老公 你要是想过的话 你就必须得有改变 我也改变 我身上也有缺点也有错误 但是 我不是他说的那样的强势 这段婚姻让人听起来很唏嘘啊 这17年的婚姻怎么去形容他呢 你说他活着 其实他早就已经死了 你说他死了 还有一个人苦苦地等着奇迹的出现 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一起进入邱比特问卷 来 主动 挺难受的 实话讲 因为像刚才川哥已经说了 名存实亡 言语间你们有很多的细节欲言又止 我能强烈地感觉到这背后有一些难言之隐 但是事实和结果已经摆在眼前了 而且大姐三年前还提过起诉 主动地想切割掉这段关系 两个人都在忍 过得好累 特别特别的累 结婚17年 女儿15岁 老哥作为孩子的亲生父亲 几年 一直保持这么一个状态 不回家也好 不给家用也好 对孩子 放手不管也好 这个事情 这个行为 无论放在哪个舞台上 从男人 从已婚男人 从为人夫 为人妇的角度 从担当的这个定位的角度 都是说不过去的 老哥这个你承认不 是承认的对不对 就是 你很讨厌这个女人 甚至现在已经有恨了 对 我不回家 但是你别忘了 你还有一个15岁的女儿啊 孩子 孩子你也恨吗 所以老哥我觉得我 我如果 比如说我到了不惑之年的时候 我的家庭状况 我的老婆 还有我的事业 几乎处于一个危机的状态 如果让我一直忍耐下去的话 我会崩溃的 我会崩溃掉的 因为这个对于你 对于大姐 对于你们的小朋友 都没有一点好处 甚至两个家庭 都没有好处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想跟大姐说的 我特别理解你 一直在争取 一直在期待 一直在希望能够回心转意 海阔天空 柳暗花明 但是你知道 当两个人不在一个频道上的时候 就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的时候 就你聊什么都没法聊到 一块去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危机感 就真的来了 那个时候就应该考虑所谓的 放手这件事情了 女儿15岁也是一个 有独立思维判断能力 和独立感受相对比较准确的人了 你们两个人 既然有勇气走到这个舞台上 为什么没有勇气 给自己的宝贝女儿 营造一个更好的 更适合她成长的环境呢 而让彼此互相拽着一起沉入海底 谁都不肯撒手 那一定要双败的结果吗 感情的世界里可能没有谁对谁错 都有自己的道理和理由啊 但是我们不能牺牲共同的幸福 和共同的那个爱情的结晶的幸福 对不对 对 好不好 加油啊 好 谢谢 谢谢张老师 来 沙道老师 我可能接下来说的话会比较感性啊 因为录了很多期待爱宝 我一直觉得 我对于感情 对于婚姻的态度抱着是乐观的 但是今天我特别难受 我流泪的原因是因为 你们让我看到了婚姻很可怕的地方 就是在婚姻当中出现了最可怕的一种结局 由爱变成了恨 就是可能每一个人不如婚姻的初衷都不是希望这样 我们不希望自己枕边人变成了我自己最恨的那个人 我相信大姐现在可能心里面难受的点也在这个 你不解 为什么我为她生儿育女的这个男人 我为她付出了这么多的这个男人 现在是恨我的状态 有几点 从一开始一上来 丈夫提到一个细节说 我现在 现在她住的这个地方 离我的单位很远 她没有把这个地方形容成家 就证明 在她的心里 你和女儿住的地方 只是一个地方 不是她的家 这已经很明确地表示她的心 离开这个家了 还有 就是在她遭遇到一些 人生重大打击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时候 大姐是可以回过头去看一下 因为一对夫妻一定是会经历很多很多的事情 人生当中可能会经历最大的磨难 在经历一些重大事情之后 有可能夫妻的感情会崩盘 有可能会走向阳光 那么这个取决于陪在对方身边的那个人 您现在可以回过头去想一下 当时您做了什么 然后包括在您一上场一直在提 钱 钱 钱 就是 其实我知道您的心里不是在意这个钱 不是在意她能给您多少钱 您在意的是她的心 能不能回到这个家 但是从您嘴里说出来的话 就变成了钱 您就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 说出来的话和心里是不符的 但是男人他不会去深究你内心想的是什么 他想到的就是他听到的那个话 他觉得你好像就是在给他施压 你逼着我挣钱 为什么那么多的感情 那么多的流量 那么多的爱 非要用狠话把它说出来 把一个男人逼走呢 就是有的时候女人太强势 太强硬 用特别坚强的外壳裹住自己 以为是给自己增加了一道抵抗力 或者说让别人看起来觉得自己很坚强 独挡一面 但不是的 有的时候是要示弱的 所以走到今天这个局面 有爱生恨 我觉得您占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那么对于男士 其实您有多苦 然后觉得女人不理解你 没有给您最大的支持 可能您心里有很多的委屈 但是 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拖垮一个女人 拖垮你的女儿 那是您的亲生女儿 您继续拖下去 不给她们两个人解脱的话 最后您看到就是女儿以后 也是一样的结局 她不相信婚姻 不相信爱情 不相信男人 所以赶快解脱吧 好吧 谢谢 好 谢谢珊娜老师 来 图老师 其实这个故事听上去虽然很复杂 但相对来说也简单 夫妻之间的感情是主线 而那些所谓的意外发生的事情 只是一个导火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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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幻想的中心中出现种种变故的时候 你的确没有这样的智慧能力和包容 能够提起她的自信 如果你在世人中出现种种变故的时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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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受你在乎我吧 你越在乎我越对你这样 那个报复自己的亲人有什么好啊 自己也会痛的 如果真的对孩子好 坦诚是最重要的 我们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对吧 如果对自己好 那就是遵从自己内心的想法 老公 我们一起生活了17年嘛 我是没有想 没有你想的那么完美 我们风风风风雨雨雨也走过来了 我现在就是想 想让咱这个家庭 能继续走下去 我想 听了这几位老师的话 我想把我的脾气改一改 希望你也改一遍一下自己 如果你觉得已经承受不了了 我成全你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17年的婚姻 我们今天看来 会有一些沉重和压抑 来 请关门 请开门 请开门 哎呀 你要既然选择出来 就好好跟人过日子 别再折磨了 行吗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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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啊 为了我们的孩子 为了这个家庭 这17年的风风雨 在梦里全身里 不要 我没有给到你 世界上最好的幸福吧 我一直都不分离 我一直在努力 我一直在慢慢地 改变 改变我自己 希望 我以后 能经常地回去 也希望你吧 不要让我 回到 家以后 指责这个 指责这个 指责那个 这个不可以 那个不行 那个不可以 这个不行 我会怕的 不回去 也是怕你 指责我 希望我们 共同能力吧 这样都嘛 刚才我们都劝你分 但其实我想跟男生说的是 你的两个至亲都走了 他 无论将来离或不离 其实他都是你的亲人 而如果你们不离的话 其实今天 可以从你的这段话 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认识彼此 也许是个好的招呼 好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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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回 多什么都多远 我知道 是你 其实我们今天 面对的是 一段17年放在冷库里的魂 已经结冰了 煎冰融化 今天是个起点 真的是个起点 还是继续冻下去 要看他们自己对生活的选择了 不管怎么说 尊重他们的选择 希望他们能够幸福 来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吧 各位请看 我和他相处两年了 我们俩之前都有过婚姻 能走到一起挺不容易的 但是可能是因为年龄差距的问题 我们俩沟通上有很大的问题 分歧也越来越多 我不知道我们俩还能走多久 我觉得他就是喜欢小气打坐 香醋 总要有磨合过程的 我觉得有问题 有矛盾 都是很正常的 掌声有请这一对 男嘉宾姚先生 白自河北 57岁 自由职业 来 有请姚先生 有请 安女士 来自河北 42岁 自由职业 来 有请安女士 有请 欢迎两位 你好 好好好 这个小片我们大致情况了解了 两位相当于都是李毅是吧 对 两年前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从网上 他有个单身群 我们在网上认识的 刚开始是从普通朋友做起的 好好好 大概在网上聊了多久 在现实生活里见面就好上了 去年七月份 那段时间是停水 停了水以后 我那个工装就两套 夏天需要洗工装 然后我在网上我说 帮我洗下衣服吧 他马上就过来了 然后他拿走洗衣服 我觉得这个人挺好 才认识 等于是洗工装那次 让你觉得人好 开始谈恋爱了 小片里说 好了之后 生活习惯上不一样 是吗 对 都有哪些不一样 能跟我们说说吗 比如说我会做饭 我做饭 他特别挑剔 什么什么 葱花炒糊了 也不能吃 我烙饼 小有点黑 他又不吃了有 他这为什么 他那个黑的我怕吃到痣癌 所以我不吃那个 哦 而且他做饭时间都不准点 我都是那个早上不能晚于八点 晚上不能晚于五点半 为啥呀 需要去工作吗还是怎么了 啊 养生吧 我早上而且不能吃这个买的 都是要炒菜做饭的 我的天哪 他这个毛病多 沟通有问题 就是我给他打电话 他老是打不通 打十几遍也没有 因为我是个按摩师 跟按摩师 我需要把电话订到静音 我怕吵到客户上 那你看到未接你回个电话呀 你也没有回过电话 我的客人太多 你客人都连着呢 连个回电话的时间都没有 没有 他那找借口的 好好好 而且他还那个不专心 比较花心 他每天网聊 把聊天记录筛了 提前筛了 等我看的时候就没有了 不是每天都忙着按摩呢吗 对啊 那怎么还每天网聊呢 晚上我下班比较早 就喜欢跟那些病人网友们聊聊天 聊天嘛不是花心的 不是他每天他又跟人家那个女的网友都说亲爱的吃了吗 我说那个晚上吃到饭出去遛遛弯 他忙着跟人家安慰网流 所以他晚上不出去 我晚上想出去这个跑跑步啊 转转圈啊 我是喜欢这个健康的 包括饮食缩系我都很有规律 你为啥不陪人出去遛遛弯啊 他十一点半下班 我八点下班 时间差 晚上十一点半下班 他下班让我接着去遛网去 那他五点半吃什么饭呢 跟哪吃饭呢 因为我们不管饭 五点半就让他送饭 你每天五点半还要把饭送过去 对 然后你十一点半下班 我十一点 以为十点多 那你那下了班都那么晚了 你遛什么玩儿啊 休息的时候 我说休息的时候 还有别的吗 他老要跟我领证 我说那个考验时间还不多 一年半嘛 有两年的功夫 我说再考验一下 我觉得他对我不太不太真心的好 我是想找一个对我特别好的 就是拿我当自己一样 那样好的男人 不是我对你不成功的好 老是来往你前夫啊 我来往是因为孩子 孩子跟着前夫 孩子有什么事都跟我说 孩子哪天回来了 他不是在外边上学吗 跟我联系 人家正常的联系 我记得是有一次三十晚上 他让我过去给他抱脚子去 我说行 我给你抱脚子吧 我抱着儿子吃 他抱他吃的 他说你再抱点吧 我抱着给谁吃 我给我前夫吃 你说我现在 什么滋味啊 这出门一个问题 你还是你爱护你的前夫 并不在乎我 对不对 那是那个普通的关系 那你还想跟前夫复婚吗 不会的 不会的 你觉得这个男人怎么样 我 其实我不愿意做饭 我不爱做家务 他做饭 做洗衣服 他这个还是喜欢干 生活上帮助我 我说再考验一下 我觉得他对我不太 不太真心的好 当我们接触当中 我就要求 你想不想给我领证去 都在等等吧 再等等吧 我一直在等 现在等了一年半了一定要 方便问您离婚大概多久啊 大概八年了 离婚八年 一直单身八年 认识了她 对 你觉得她好吗 她脾气挺好的 就有人怪 这个怪指的是什么呢 吃出来特别挑剔 除了吃之外就没有缺点了 对吧 没缺点 她不像别人的女孩 特别要这个要那个 她不是物质上要求 她生活是要求 她对你没要求 对 除了对做饭有要求 生活中的要求我比较多 要求你什么呢 除了做饭之外 对做饭会是一 这你都能满足 我都能满足她 建美老师的话 希望你们能够 心平静气地听 看他们说的对不对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来 李东 我个人觉得 两个人给我的感受 其实都不太像是之前有过一段婚姻的人 你看啊 你们之间的这个情感的关系 基本就是一个少女心 很撒娇很任性 在家里什么都不干 生活呢扮演一个不太能自理的一个角色 很难想象之前有过一段婚姻 甚至还有一个18岁的小朋友的这个经历 我的前台词就是 你在做着你这个年龄和你的身份 所不相符的一些表现 你跟她在一起生活啊 选择这么一个年龄跨度的人 而且这是第二次准备走入婚姻 这个是有一个很大的动机的 我喜欢岁数大的 我就是想找这么大的 谢谢您的坦诚哈大姐 感谢啊 那我就问一下叔叔好了哈 叔叔您觉得哈 现在日常生活当中能支撑您 主心骨是什么 这话怎么说 好好找年轻人 我也比较年轻一样 了解了解 你看啊 我们再回过头来说哈 两个人毕竟有一个年龄跨度 你们必须要清楚这件事情 进而去包容试着理解和接受 你不能彼此都拿着同龄人的标准 去要求对方 这是不合理的 对不对 这个你心里不能再少女心了 不懂事任性 那些统统跟你没有关系了 你要理解要接受 第二个我个人觉得 其实你们两个人的观念还挺搭的 这大姐呢 她的爱情观是 乍一听是比较不靠谱 但是碰到了一个能包容的老哥 一个叔叔 那叔叔呢也想找个年轻的 对于物质啊 对于世俗的要求 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多事的 这个时候大姐出现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 你们俩其实还是挺搭的 但是如果未来 或者说有未来的话 我个人的建议就是 希望你们认真一点 务实一点 不要漫不经心 如果叔叔真心想要 把她娶回家 其实责任啊 眼光啊 担当啊 可能您要想的多一点 那我觉得大姐 您也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 把你所有的任性 少女的东西全部扔掉 那个通通跟你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 好不好 改一下自己 好吗 好的 好 谢谢张老师 来 陀老师 在座的三个人 没有一个有你们俩 其中任何一个年纪大 每次遇上这样的长者 来到这个舞台上 站在我们的面前 让我们这些年轻人来点评 其实是难以下嘴的 但有的时候 你又不得不说上几句 你们俩之间 怎么说呢 你是只是在生活当中 有生活需求 完全没有精神需求 而这是最可怕的 而对于 这位大哥也是一样的 如果一个人 对于自己精神上 没有要求 没有原则上的要求 只有生活当中的 一些需求 直到吃喝玩乐 这生活还有什么意思 所以你们能不能 好好想一想 还有自己的下半辈子 能不能对自己的精神 有点要求 好不好 好 就这样 相信老师一定会说重话的 没关系 翻回头来说 现在这一段感情 到底算什么 你们仔细想一想 所以剩下来的时间 留给你们自己吧 我就是想找一个真心爱我的人 别的都不在乎我的年龄啊 还有物质啊 我跟你讲 我需要找个老伴 相互到老 好 你还没有全新的投入 我指的是这个 我都没有跟别的异性 我男的有接触 我跟你不一样 好 时间到 好 谢谢两位的分享 请回吧 谢谢你们 请回请回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请开门 希望他们都能够找到各自的幸福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接下来有请Tui老师进入到爱情保鲜记 谢谢 金云网有提问 我毕业两年了 一毕业就到了男朋友的城市工作 男朋友是一个有大男子主义的人 什么都要听他的 刚开始交往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表现的太过于弱势 对他太言听计从 后来慢慢的他就习惯了 总是对我用命令的语气 如果我不听 他就威胁我要分手 可是我在这个城市当中 无依无靠 会让你受委屈 而只是会把自己的肩膀给你 但是因为在城市无依无靠 所以你就要找一个男人 并且以爱情的名义来依靠他 这本身也违背了爱情的初衷 这不过是一种交换或者是利用 为什么一定要靠一个人呢 为什么就不能够靠自己呢 一个连独立面对生活的勇气都没有的人 又怎么可能谈好一段爱情 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辛苦了 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